這裏就是華僑城 今天就帶了單車上來踩單車 目標是踩現陽湖 恨了很久 因為每次在那裏租單車裡踩一段時間 單車就真的不太習慣 租的那些是踩得很久的 都是要踩自己的鐵馬 特意在珠海車一部單車上來走這裏踩一下 我想很多觀眾都想看看 因為很多買了華僑城 都在這裏發燒油 單車發燒油 這裏踩單車過不過癮呢 我去華僑城很少是兜一下 自由行兜一下 兜一下沿路 看到有甚麼特別 我都拍給大家看 最重要的是 在現陽湖兜一條圈 究竟要多久 兜一圈多少公里 我都不知道 甚麼事 香港家居潮流博覽 將於12月尾隆重登場 介紹我們V家大灣區裝修王 和大灣區管家王 將有四個攤位展覽 買了灣區樓的你 對家居擺設沒甚麼概念 而由想找專家指點 還是不想要黑板的裝修設計 想打造出獨一模擬的個人風格 我們大灣區管家王 有最新的傢俱系列任君選擇 想知是甚麼優惠 密切錯過今次的博覽 很明顯看到圍繞華僑城是一條單車路 而對面馬路 對面就是華僑城 而對面馬路 這裡慢慢領外其他地 即是華僑城可能下一期 大家看到這些路 新路 即是新區新路 新區新路 也有一個好處 全部都遇上單車 你看地下 就標了一個單車標誌在這裡 這個單車標誌在這裡 即是他都會準備單車景 即是說如果大家在新區這邊 踩單車 其實他都有標識的了 即是他都做了單車路 給大家踩單車 其實你就不用踩到馬路了 現在我一直在華僑城這裡踩 因為對面還在開工 大家可以… 我想踩到這個山灘公園那邊 這裏沒有單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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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去 因為這裏 這裏上面有紅色磚 這裏有紅色磚 這裏我想是政府製造的 這裏有紅色磚 這裏有多漂亮的 但是踩單車的磚 有些椅子 那我就踩到馬路 我猜到這裏 我猜到這裏 因為這裏沒有整齊 我現在很懂得鑽路 裏面還可以整齊 那我猜到 我猜到那裏 我猜到那裏 那裏也會有單車路 我猜到 沒有這裏不整齊 但這邊大家知道 現在還是那些 耕地那些 還未整齊到這邊 現在踩一踩下雨 下雨有點濕 所以今天天氣是不行的 幫我照踩 不過博士度雨踩 這裏也不是第一次 那時在珠海 大家記得看我的Youtube 那時我們出去 暴動期間 最辛苦期間 我去踩單車 下大雨 挺有趣的 這裏就說 橋城後面應該是第四棟 第四棟那裏 而且之前這個地盤 我拍攝的時候 之前有很多人問 對面那塊地 就怕起樓 好啊 那我走過來順便看看 這邊就是珠丹公園 中間那塊地來的 也趁這個機會大家看看 很早 這裏有一條路 這裏有很多人都擔心 這塊地是否用來建樓 那現在 我當時也說了 不是的了 那很多人還在說是 現在大家看到 現在看到這塊地 正在製造草 一直在製造草 一直在製造草皮 一直在製造草皮 對嗎 大家看到嗎 右邊 右邊正在製造樹苗 看到嗎 正在製造樹 左邊 這製造了華僑城的標誌 華僑城負責製造的 右邊是沙灘公園的路 等一下我看看能否走上去 一路一直在製造 所以這製造草皮 真的不行 這製造草皮 這製造了一些圓景的東西 你俊男 一路在製造草皮 是沒有建築物 而且不是沒有建築物 而且買了向這邊的 這製造草皮 這製造草皮 很開心 還有很大的綠化 和公園 在製造的 大家看到嗎 總之你買的單位 你沒有遮擋 向沙灘公園 你就開心了 這製造草皮 肯定是綠化地 一定不會是 什麼 又說起樓 那製造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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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客人回來 退訂 也有 我聽說這製造草皮 可能會蓋房 又說達地 不是華僑城 那製造草皮 現在買的 所以第二期 如果大家買的 是 看沙灘公園 就好 當然了 今天天氣 有霧 好 超級大霧 我從街上買 從街上走 都看到霧 所以我都沒有 找到韓伯斯 來韓伯斯 不過我 不要緊 我最主要是查一斜 今天 順便拍給大家看 我試試 進去沙灘公園 看看 我這麼久沒有來過沙灘公園 裏面又 變成怎樣 不過我真的未踩 不踩過真的不知道 剛才踩沙灘公園那條路 大家看到 一會這樣踩過來 原來踩到 我上次也介紹別墅 華僑城 這邊也有一個濕地公園 我上次就是看別墅那邊 哇 這個公園也是很漂亮的 我現在都未踩到燕陽湖 那我一會兒踩單車 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有單車景 又是 又是有單車路 哇 真的 我都未去到這個 燕陽湖 哇 多漂亮 怎麼辦 這麼漂亮呢 你看 你看 那裡說叫做 後面的地盤 原來新的那一棋 就是在這個公園旁邊 你看 這個公園很漂亮 暫時這個公園好像沒有人知道 但已經默默地做了一個 就是有一個濕地公園在這裡 默默地 我都不知道 但是單車就是這樣好了 一邊踩單車 這個深地公園就是橫跨兩罐一公的 這裡兩罐一公 大家看嗎 上次我介紹的這間別墅 對 Patrick 和他太太 看完之後 口水都流浪 不斷說要看我 昨天就不斷說要看我的樓 收樓 但是就趕住了去廣州 他說很像 他那時候住在加拿大 他也住在加拿大 他也住在加拿大 好像也住在美國 他就像外國生活一樣 整個環境 這個叫佳兆葉灣泉 擁有整個澳門的一線海景 這個叫佳兆葉灣泉 乖媽媽都建了樓 這裡已經有40億 我坐在這裡就擁抱了整個澳門 整個澳門在我腳下 因為呢 我相信大家今天看的影片 有很多我們佳兆葉的觀眾在看 幫我們現在買了物業 當然我們一定要把最新的訊息 告訴大家 以後想看我拍大灣區地產項目的視頻內容 其實就看現在大灣區 筍盤王的頻道 很大的 大家看我踩車這麼久 這裡停一停 大家看 有鴨 水鴨 大家看到嗎 很小的黑色 是水鴨 躲進去 有水鴨 真的嗎?沒有騙你的 即是有魚 那些水 這裡引進來的 是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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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造的 它有個壩 這個壩是一邊出去的 我想這個應該是通過 又是通過現陽湖 這裡直通出去 大家看到嗎? 哇 如果住華僑城 只是沙灘公園 現陽湖 加這個濕地公園 真是 真是 真是有時間去玩 哈哈 我不走進去 一直走進去 花園裡 不走進去 因為 真是 快 我想快點繞一個圈 然後下去踩現陽湖 好 糟了 我不知道怎麼踩出去 這麼大 但是這麼誇張 看看 多漂亮 有陽柳 這個就是 網紅橋 這個就是華僑城 現在我又踩過去 這裡是堡里的 你看看 這個濕地公園 從剛才那裡 我一路踩車 是橫跨 然後一路是連接過濕地公園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就是中間的一個洞 然後 哈哈 原來整條路 是通了 這條晚上網紅橋很漂亮 這個 Sherry的椅子 招牌 不過現在很大霧 很大霧 喜來登酒店 月尾可以住 還有這個 應該是塔 即是標誌塔 這整個新區 那邊就是華僑城 兩館一公 不過真是 最可惜今天是 霧大 大家可以看到 就除了下面 剛才看到下面的濕地公園 可以走 可以走 這裡 上面這個馬路 這裡可以走 下面還有一條路 是被人走的 還可以走去 走去湖邊 那裡 現在這裡 封了 就未被車進來 所以 可能很多人都不會知道 嘩 嘩 真的踩不遠 你看看 剛才那個濕地公園 一路通過 有路 挺誇張 即是說 其實住保里 都可以下來這裡 一路 一下來都是濕地公園 住保里 一樣可以走到華僑城 那邊 即是滿港 高一點 看到濕地公園 哎呀 這張卡拉OK 這張卡拉OK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哇 很漂亮 看肉館 看肉館 看到沙灘公園 有些遊樂設施 看到嗎 慢慢就像水上樂園 像水上噴水 蛇的梯 為甚麼叫沙灘公園呢 其實是有沙的 你看 那些小朋友 就在這裡玩沙 這些不用收錢 這些是沙 看到嗎 哇 還可以 那個風的路 還可以 那條路一直在做 現場正在做 還沒完 不行 我回頭 這邊 可以看到華僑城 看到一棟棟嗎 所以離遠 華僑城 那邊可以看到 那幾棟 這個下面是沙灘公園 在上面 即是有兩條路 一條下面是行路 這上面是車路 想得多周全 沙灘公園很大 一條到現在還是沙灘 這裏就是泳泉公園 這裏就是泳泉公園 現在遮住了這個位置 好啦 其實本來打算踩燕陽湖 但是現在就來了這個 長利湖沙灘公園 原來搞到這麼大件事 有濕地公園 我沒想過是這麼大的 大到很誇張 那真是 我覺得華僑城 真是拿了全紹興最靚的地 真是全紹興最靚的地 甚至乎我真的在廣東 即是在大灣區 沒有一個樓盤系 是可以有這麼多的天然環境 真是數不少 即是拍都要拍幾集 我沒有打算拍幾集 我打算拍一集 現在就變成 就像踩單車 帶大家看樓 其實我本來不喜歡拍踩單車 因為它圍著華僑城 你明白嗎 那你不多不少 你還是看到華僑城後面 你不開他 那就不要緊 這一集我又當是踩單車看樓 好嗎 因為華僑城 我們早期買了一些 就很開心 要是看到公園這樣 其實這個公園是最遲做的 之前都是做那個燕陽湖 很多都是以燕陽湖為主 包括我去吸引來買華僑城 因為那時候這些還在建 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大家都不知道建得漂亮不漂亮 現在才叫做 大家看到形成的 所以變成真是驚喜 完全驚喜 加上這些都賣光了 地盤正在建的那些 那些都是第二期的 其實那些都是享受這邊 長尼湖沙灘公園 濕地公園 甚至到這個喜來登酒店 全部這些都是圍繞著 體育館 好像這些泳池圍繞著 所以新的一期是不錯 真是不錯 我們大家未必 目標一定是全部是說 燕陽湖燕陽湖的 而且這邊的方向 坦白說這邊好像是東南向 方向是不錯的 好 今集到此為止 我真的要去燕陽湖 否則不夠時間 踩了這麼久 好嗎 看下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